压差大动脉硬化怎么办 既然已经压差比较大了 就是高血压的压差比较大 动脉已经出现硬化了 首先一点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现在高血压的能到多少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要掌握到一个标准 凡是医院已经认定了你的高血压的比较高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实都是在我们看来一个比较危险的因素 为什么 我的血压的日常保护保存的量 就是保持的指数是75到115 我在保持一个大家认为的偏低的水平 就75到115 而我们国家正常来讲的话 血压的公布是80到120 甚至有些人是在用90到140对自己去要求 大家在这个方面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点 如果说压差比较大的话 那么就证明你的血管的硬化是比较严重 我们怎么去想这个事情 当我们的心脏收缩的时候 心脏收缩就像一个水泵一样 它要把这个血液压出去 当它给了这个血液的压力 那么受到这个或这个叫收缩 就是我们所谓的高压 就是在这个血液运行速度偏快的时候 它对血管形成了一个张力 那么如果你自己的血管的比较硬化 那么你的血液流经不畅 就会对你的这个血管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说高压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 基本上血压上压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收缩压比较高的话 能够让我们判定出来你自己的血管出现硬化 而舒张压为什么还好一点呢 舒张压是很多的血液从小血管里边 要向大血管回流 它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为什么说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参考值 它和情绪相关 比如说和我们的这个激素呀 和身上腺素啊都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当我们出现这个血管压力比较大 产生了动脉硬化 所采取的标准就非常的简单 首先第一不能让你的动脉硬化在幅度再增加 那么什么让能够控制动脉硬化的发展 核心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限制非氯化钠性的盐 这句话能听懂吗 限制非氯化钠性质的盐 某种意义上说在所有的钠当中 氯化钠 它除了是一个我们的味道的一个基本 基本构成之外 因为它是氯化钠 氯化钠它有氯 氯本身还和我们的胃酸结构呢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古氨酸钠 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价值 大家能理解了吧 就是我们所首先要排斥的是 所有的添加剂当中所含的这种增鲜的钠盐 比如说果氨酸钠 还有鸡肝酸钠 鸟肝酸钠 成为核肝酸二钠 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些是我们一定要排斥的 所以作为一个动脉硬化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 和高压比较高的话 首先一个除了盐这种单一性的这种钠来源之外 其他的钠来源都要放弃掉 也就是说能不能放弃掉所有的加工食物 包括外卖 包括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些零食 包括一些火腿肠等等 就是买来就能吃的食物 简单理解 凡是买来就能吃的食物 自己都控制一下 甚至包括香肝 包括豆腐肝 这样的一些 凡是买来就可以直接吃 经过别人调味的 自己控制一下 那么这样的一些食物当中的话 尽量在里边只用低盐调味 这是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基本方式是什么 你们一定要理解动脉硬化也好 高血压也好 它本身所产生的问题 就是血管有没有能力 或者说血管可不可以再变软 是可能的 但是这个前提条件 建立在你有多严格的执行 纯净生活的这个基本方案 我们为什么说鱼油可以软化血管 我们为什么会说 纳豆红曲这样的一些东西 都是可以软化血管的 因为这样的一些食材本身 共同组成了控制我们身体的血脂的表现 就是你的血液当中的血脂过高 包括我们所说的甘油三脂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过高的情况之下 都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强烈的炎症反应 你的血管壁为什么硬化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结果 你的血管壁为什么硬化 血管壁硬化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相当于我们这里的皮肤 受到过一些伤害之后 那么它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小孩子身上有一道 有一道比如说它被那个东西划伤了 它修复出来这块地方的纹理是非常清晰 就是非常融合的 你很难看出来它这个地方受过伤 但是年纪大的人一旦身体上就是受过一些伤之后 它的愈合的程度非常差 来给你们看一下 包括我在内 这是我做饭的时候 不小心这边产生了一个烫伤 产生烫伤之后 你们就会发现这块的皮肤 是不是就和我们的边上的皮肤颜色不一样 那么你仔细去摸这块皮肤的硬度也不太一样 这个是我们在体外容易看到的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我先有了破溃 破溃然后它愈合在愈合的过程当中 它和周围的颜色就会不一样 其实你把这个逻辑你搬到我们的血管里边 就是我们血管硬化的一个产生标准 那么为什么说同样的血液 你会在某一个部分形成硬化 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的血管 出现过炎症反应 它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因为年纪比较大了 它修复的过程不是非常的完美 然后让这样的一个地方产生了我们所说的硬化型的反应 那么硬化型的反应 它到最后会导致的是什么呢 免疫细胞在过来修复的时候 来过来攻击的这个时候 让这个地方产生一些免疫细胞的一个死亡 那么堆积在这里面 这个就形成了我们的帮块 所以大家都以前说过喝醋能软化血管 为什么 因为醋里边含有着大量的有益菌 其实以前所说的真正人工的酿造醋 它里面是含有着一定的有益菌的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能够知道 包括吃鱼油 包括吃醋 甚至包括吃纳豆红麴 这样的一些东西 核心的目的都是一个通过一样的一些有益的成分进入 控制住我们身体的炎症的特征 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现 如果说我们吃肉吃的比较多了 甚至来讲就你产生了微微的上火的反应 或者说你产生了一些微微的炎症 调一点醋饮 或者说喝一点醋下去 身体就明显能够感觉到舒服一点 其实这样的一些方式的话 都是让我们要理解食物和抗炎方面的一个综合的作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